字幕開啟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Software Surfing 這一期節目 今天又是解答問題的時間 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很喜歡去旅行 旅行時 有網絡 Google Mac 是很好的工具 很可惜,早段時間 Google Map 更新後,沒有了離線地圖功能 早前有個朋友問我,有沒有辦法可以用這個功能 其實我自己都在用 因為 Google Map 這些離線功能仍然存在 不過有時候我們不知道怎樣運用 我示範一下怎樣用到 Google Map 的離線功能 首先我先進去 Google Map 我先嘗試在搜尋找到地方 我之前試過找一個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我再按一下 到了艾菲爾鐵塔裏 我們想在這裏旅行 在艾菲爾鐵塔為中心,想做一個離線地圖 我再次在搜尋中 把原先有個字,我先刪除 打 OK Max 做完之後,我們只要在下面的 放在鏡頭上按一下 看到剛才很快 他把這個地圖 預先放在我們的手機上 當我們離開了街上 去到一個沒有網絡 或者去到艾菲爾鐵塔的底下 裡面是沒有網絡給我們上網的 只要我們打開我們這個手機 呈現艾菲爾鐵塔附近的地圖 不過有時候如果 我們把地圖拉到很小 可能我們打 OK Max 它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範圍太大 它是儲存不完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拉大一點 拿回中心位置 在上面再打 OK Max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情況可以在一些酒店 地方有WiFi 我們可以上網的 我們預先找一個 我們去的地標 儲存了這個離線地圖 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離線地圖 就很方便找到我們要找的路了 不過我提醒大家 現在這個離線地圖 不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的 舉個例子 我們很近的台灣 是沒有提供離線地圖的功能的 大家可以試試 我們去台灣裏面 我們打 OK Max 是無法儲存的 那麼究竟 哪些地方我們可以 用到離線地圖 哪些地方不可以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在出發之前 我們試一試 像剛才我打 艾菲爾鐵塔 按下 OK Max 看到它能夠儲存的話 這個地區 是有這個功能的 但如果大家仍然擔心的話 做完儲存了這個離線地圖之後 我們可以把你的電話 轉成飛行模式 我們再打開這個Google Map 看看是否仍然記住這幅地圖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心 只不過現在我把電話 是透過網絡放在電腦上面 所以如果我用飛行模式的話 大家也看不到畫面 所以不可以試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試這樣做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